在1号当天立委李庆华服务处就邀请包括议员、营建署、渔馆处、东北角封馆处公所等单位 来到南亚渔港附近海域会堪 地方就建议以防波堤来做调整来防止漂流木灌入港区 造成渔民船只损失而会堪好多次终于有解套方法 每当台风或是东北击风过后 南亚渔港附近的海域和岸边都会堆积很多的漂流木 虽然外海有设置削波块 但是都被大浪冲得乱七八糟 原有该有的防护措施也都发挥不了作用 如此以来影响到船只的进出 让渔民叫鼓连天 港区用地因为长期受到台风的漂流木长期的困扰 今天总算有一个结论 感谢我们李清华委员、廖秀勇议员 还有各单位 今天总政有一个协调 过来年都一直在找才能找不清楚 今天非常难得 营建署来说得很清楚 为登陆地的地址保护区这个奇怪 是我们地方政府 就是城乡局的认定 主要公共使用的 他们来认定就可以 在一号当天立委李清华服务处就邀请包括议员、渔馆处、东北角峰馆处、公所等单位现场会刊 地方希望以现有的防波堤做调整 不过这里的海域都被列为地址保护区 但是区域里要做任何变更都不行 会看了好多次 现在终于是有解讨方法 这个问题就由我们城乡局来承办 这个问题总算有一个结论 在移民在这个航道出入这方面 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全性 城乡局来认定好的时候 我们一页处就可以做一个临时的消负化 给它排在这里 才不会影响我们这些移民 这一点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其实漂流木淤积甚至影响到港区的问题 已经有好几年 相关单位在没有积极处理的情况下 问题一直无法彻底解决 现在在民意代表的督促下 终于有望解决 也让地方松了一口气 杰纯威 瑞芳 采访报道